古代以色列人出埃及时 四十年的旷野生活中 上帝赐给他们的神奇食物就是玛纳 在二十一世纪的今天 上帝为属他的儿女 预备的现代玛纳属天灵粮 就是圣经 神不仅能在旷野开道路 更贴心地为他的百姓预备属天灵粮 邀请您带着承接恩典的器皿 领取今日新鲜的旷野玛纳 欢迎收听旷野玛纳 我是苏纳中 又到了我们相约一起领袖的时间 《使徒行传》十三章五十二节提到 门徒满心喜乐 又被圣灵充满 因为他们是蒙拣选的 神按照自己的旨意所喜悦的 预定他们借着耶稣基督等儿子的名分 闲选的真理 使人谦卑 使人刚强 使人在遭受患难的时候 从内心深处蒙圣灵的安慰 有力量继续前行 信徒爱主 也蒙主所爱 主是他们的产业 他们永远属于主 今天我们要思想的灵修题目是 取去一个 撇下一个 我们思想 取去一个 撇下一个 这个题目 所要读的经文在路加福音 十七章二十到三十七节 新约圣经路加福音 十七章二十到三十七节 请预备好您的圣经 我们先来听一首诗歌 当圣徒进入天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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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愿意在他们当初,在当初,当幸福尽书天降。 我知道我理解中途,默默追忆不舍连。 天堂门已为我等待,当幸福尽书天降。 当幸福尽书天降,当幸福尽书天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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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愿意在他们当初,当幸福尽书天降。 路加福音第十七章二十到三十七节 法利赛人问,神的国几时来到? 耶稣回答说,神的国来到不是眼所能见的。 人也不得说,看啊在这里,看啊在那里。 因为神的国就在你们心里。 他要对门徒说,日子将到。 你们巴不得看见人子的一个日子,却不得看见。 人将要对你们说,看啊在那里,看啊在这里。 你们不要出去,也不要跟随他们。 因为,人子在他降临的日子,好像闪电, 从天这边一闪直照到天那边。 只是他必须先受许多苦,又被这世代弃绝。 罗亚的日子怎样,人子的日子也要怎样。 那时候的人,又吃又喝,又娶又嫁。 到罗亚进方舟的那日,洪水就来,把他们全都灭了。 又好像罗德的日子,人又吃又喝,又买又卖,又耕种又盖造。 到罗德出索多玛的那日,就有火与硫磺从天上降下来,把他们全都灭了。 人子显现的日子也要这样。 当那日,人在房上,器具在屋里,不要下来拿。 人在田里,也不要回家。 你们要回向罗德的妻子。 凡想要保全生命的,必丧掉生命。 凡丧掉生命的,必救活生命。 我对你们说,当那一夜,两个人在一个床上,要娶去一个,撇下一个。 两个女人一同推磨,要娶去一个,撇下一个。 门徒说,主啊,在哪里有这事呢? 耶稣说,尸首在哪里,鹰也必聚在那里。 。 以上是今天的灵修经文,陆家福音17章20-37节。 我们把焦点放在34-35节。 陆家福音17章34-35节。 经文说道,我对你们说,当那一夜,两个人在一个床上,要娶去一个,撇下一个。 两个女人一同推磨,要娶去一个,撇下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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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取去一个 撇下一个 两个女人一同推磨 要取去一个 撇下一个 这种表达的含义 是清晰的直白的 基督再来的那一天 好与坏 信主的和不信的 将会被分成两边 可见的教会 不再是一个混杂的身体了 脉子和脉子 也不在一起长了 亡里的水族 好的要收在器具里 不好的将被丢弃 天使将要出来 将那些圣洁的招聚在一起 他们将会得奖赏 留下的那些邪恶 与不洁的将受审判 信主还是不信主 是唯一的区别 其实人们一起工作 一起睡觉 一起生活很多年 这些都不重要 他们要根据自己 对神的态度受审判 同一个家庭里 那些爱神的人 将会被提到天上 而那些爱世界 不爱神的 将会被撇在地狱里 当基督再来的时候 信主的和不信主的 就彻底地分开了 让我们仔细思想 这些事情 那些爱自己亲属 和朋友的人 肯定会特别考虑到他们 如果他所爱的人 确实是基督的仆人 那么 主就会让他知道 主必不会离开他的亲人 必拯救他们到底 得救旨在今生 告别家人 与亲人分开 是令人非常难过的事情 但比起基督再来之时 那种大分离 我们现在战舍的分开 就显得唯不足道了 亲爱的听众朋友平安 我是书香远地 节目主持人刘文 也在旷野玛纳这个节目中 配搭朗诵经文的部分 每当我诵读神的话语 默想神的启示 心中就充满感恩 重新得力 也愿旷野玛纳这个灵修节目 成为你灵命成长 奔走天路的好伙伴 请按时收听 由孙大中所主持的 旷野玛纳 今天我们是想 取去一个 撇下一个 这个题目 主耶稣曾经讲过一个 麦田拜泽的比喻 他说 天国好将人撒好种在田里 其实人睡觉的时候 有仇敌来 将拜子撒在麦子里 就走了 到掌苗土碎的时候 拜子也显出来 田主的仆人来告诉他 说 主啊 你不是撒好种在田里吗 从哪里来的拜子呢 主人说 这是仇敌做的 仆人说 你要我们去 薅出来吗 主人说 不必 恐怕 耗拜子 连麦子也拔出来 融着两样一起长 等着收割 当收割的时候 我对收割的人说 先将拜子耗出来 捆成捆 留着烧 我有麦子 要收在仓里 当下耶稣离开众人 进了房子 他的门徒进下来说 请把田间拜子的比喻 讲给我们听 他回答说 那撒好种的 就是人子 田地 就是世界 好种 就是天国之子 拜子 就是那恶者之子 撒拜子的仇敌 就是魔鬼 收割的时候 就是世界的末了 收割的人 就是天使 将拜子 烤出来 用火焚烧 世界的末了 也要如此 人子 要拆遣使者 把一切 叫人跌倒的 和作恶的 从那国里 挑出来 丢在火炉里 在那里 必要哀哭怯耻了 那时 一人 在他们布的国里 要发出光来 像太阳一样 有耳可听的 就应当听 耶稣所说的比喻 对一心寻求的人 是不难明白的 麦田拜子的比喻 是在讲什么呢 当神工作的时候 仇敌魔鬼 也在工作 一片上好的麦田 仇敌把拜子 撒在其中 到掌描土色的时候 麦子长起来 拜子也显出来 起初看起来 都是一个样子 但是 到关键时刻 麦子的样子显出来 拜子的样子 也显出来 哥林多后书 是一章二十六节 保罗提到 假弟兄的危险 路加福音十章二十节 主耶稣提醒门徒 不要因鬼扶了你们 就欢喜 要因你们的名 记录在天上欢喜 神知道人心中的 一切隐情 他晓得谁是他的人 谁不是 神的麦田 他的真教会 在世界里 但最终不信的世人 和有形教会里 不属于主的假信徒 都不会在神的国里 最后 唯有麦子 被收在仓里 主已经定了日子 到了收割的时候 就是世界末了 主会拆遣使者 把一些叫人 跌倒的和作恶的 从那锅里挑出来 丢在火炉里 在那里 必要哀哭怯耻了 而那时 一人 在他们父的国里 要发出光来 像太阳一样 这是我们一定要留意的 一定要明白的是 耶稣说 有而可听的 就应当听 当那天 主要拆遣使者 用号筒的大声 将他的选民 从四方 从天这边 到天那边 都招聚了来 这将是一次 大聚集 铁撒罗里加后书 二章一节 保罗提到 弟兄们 论到我们 主耶稣基督降临 和我们到 他那里聚集 所有神在 创世之前所拣选 蒙恩得救的人 都不会被留在 永远的愁苦中 当主的教会 被提的时候 最软弱的信徒 也要被提 每一个知道 自己有永生的人 都会以大喜乐 盼望着聚集 来而主教说 这是一次 奇妙的聚集 何以说奇妙呢 因为我们将看见许多 我们以为 根本不可能得救的人 他们后来 被主拯救 在聚集时 大家都赞美神 恩典的奇妙 来而主教又说 这是一次 谦卑的聚集 因为神阻挡 骄傲的人 赐恩给谦卑的人 他还说 这是一次 同心的聚集 因为不信的人 是不畏在其中的 而信的人 不会露下一个 最后他说 这也将是永不分散的聚集 天下没有不散的缘习 但天上将有圆满的团聚 诗篇87篇第六节 诗人说 当耶和华记录万民的时候 他要点出 这个生在哪里 主任是他的羊 他要点出 这个生在哪里 神的手中 有生命册 凡名录在册上的 必得拯救 马太福音三章十二节 实际约翰说 他手里拿着波机 要扬进他的场 把麦子收在舱里 把糠用不灭的火烧尽了 主知道谁是麦子 谁是糠比 洪水的日子 所有在方舟里的 都将被保守 不在方舟里的 就被洪水吞灭 主要这样分别 来而主教提醒读者 如果你惊觉自己是糠比 要赶快悔改 在主的舱里 好的鼓励 都会被存留 好的信徒 一个也不会流失 你说 那是这麦子呢 来而主教说 麦子就是真基督徒 那些信主耶稣 爱他并诚心 为他而活的人 他们或许看自己有罪 毫无价值 但他们在神眼中 却是宝贵的 那谁是糠比呢 来而主教说了 就是一切在基督面前 没有得救的信心 不被圣灵成生的人 不论他们是公然不信 或自称是基督徒 如果他们没有活泼的信心 不圣洁 那么他们就是康比 他们或许 有属实的恩赐 在世上有很大的影响力 但因为他们拒绝神的救恩 抗拒圣灵 神就不喜悦他们 亲爱的朋友 你是照父神的先见被拣选 现在圣灵得成圣洁 以致顺服耶稣基督 又蒙他血缩扫的人吗 主耶稣将要带领许多神的儿女 进到荣耀里 你有把握在其中吗 你是否看中这福分呢 千万不要被魔鬼 你们不一定死的谎言 所欺哄 没有永生的人 主已经名言 这些人 要往永行里去 马可福音九章四十八节 耶稣说 在那里 虫是不死的 火是不灭的 帖撒罗一家后书一章九节 保罗说 他们要受刑罚 就是永远沉沦 离开主的面 和他全能的荣光 神要灭绝一些的恶人 得救 这在今生 主耶稣怎样 有形有底地升天 他还要有形有底地再来 他要同他有能力的天使 从天上在火焰中显现 那时 主要坐在他荣耀的宝座上 万民得要聚集在他面前 他要把他们分别出来 好像牧羊的 分别绵羊 山羊一般 当主驾云降临 众目要看见他 连刺他的人也要看见他 地上的万族 都要因他哀哭 约翰说 这话是真的 所以要警醒 因为不知道主哪一天来到 那将是突如其来的日子 就像洪水 是不知不觉突然来到的 那也将是分别的日子 信与不信要分开 所以不要说 信不信没有关系 无所谓 你要知道 神差他的儿子降世 是要叫世人因他得救 信他的人不被定罪 不信的人罪已经定了 死不信说 基督再来的时候 义人和罪人分开 是非常精确的 主要把选民 先从世人中分别出来 他们要被聚集 那时 蒙拣选的 要进到荣耀里去 而剩下的 则永远沉沦 到那时 死人要复活 代理书12章第二节提到 睡在尘埃中的 必有多人复醒 其中有得永生的 有受羞辱 永远被憎恶的 这种风格 是知道永远的 耶稣要我们预备 要我们警醒 因为在我们想不到的时候 他就来了 我们是天上的本物 在人间做客 主保我们接回天上 用完福音14章1到3节 主耶稣的门徒说 你们心里不要忧愁 你们信神也当信我 在我父的家里 有许多住处 若是没有 我就早已告诉你们了 我去原始为你们 预备地方去 我若去为你们预备了地方 就必再来接你们 到我那里去 我在哪里 叫你们 也在那里 路加福音17章34节到36节 耶稣说 我对你们说 当那一夜 两个人在一个床上 要娶去一个 撇下一个 两个女人一同推磨 要娶去一个 撇下一个 马太福音24章40节提到 那是两个人在田里 娶去一个 撇下一个 娶去和撇下 是全球同时发生的 那是有人在白天 有人在晚上 那些没有被请负高扬之婚言的 就成了秃鹰的言习 因为罪恶在哪里 刑罚就在哪里 凡是与基督无关 在基督以外 所有的人事物 都要如同被洪水冲去 主的再来 没有人可以预知 但所有的人都要看见 使徒行传三章二十到二十一节 彼得说 主也必拆遣所预定给你们基督耶稣降临 天必留他 等到万物复兴的时候 就是神从创世以来 借着圣先生的口所说的 主随时会来 只因天仍留着他 只留到父所定的时候日期 重要的不是 主什么时候来 而是主来的时候 我们能否安然见他 我们是不是随时预备好自己 迎接他再来的那一刻 不要心存侥幸 期盼自己只是紧紧得救 而要积极预备 在主面前保持警醒 忠心地为他而活 期望主来的时候 得到他的称赞跟奖赏 巴巴德 主再来的时候 我们都能对主说 主啊 我早就准备好了 你所交付我的工作 我把它做得像米开朗基罗的雕刻 像莎莎比亚的诗 像巴哈的乐曲 已经极尽完美 几乎不能再改了 主啊 我尽力了 主耶稣啊 我愿你来 主会说 好 你这忠心良善 有见识的仆人 可以进来享受 你主人的快乐 我们再来听首诗歌 耶稣要来奖赏仆人 耶稣要来 降伤他的仆人 或早或万事不定 会否他来 乘风我们见人 我们的灯袖光明 我能否说 我是已经准备 准备坦然见竹面 会否他乱成风 我仍不睡 仍然等候直到他闲闲 若他再以清晨回来结算 意义执名传我们 我们个人 我们个人 要将影子交换 他能否说 好不忍 我能否说 我是已经准备 准备坦然见竹面 为否他来 正风我仍不睡 仍然等候直到他闲闲 请我们去祷告 主啊 按照定命 人人都有欲死 我们会经历 亲友的分离 但你的话提醒我们 要留意你在来的时候 所做的分别 你必从天降临 审判活人死人 你的险性和你的国度 都是真确的 地上的万族 都要因你哀哭 你警戒我们 要逃避于这样的事 你借着使徒彼得呼吁世人 在你大而明显的日子 未来以前 到那时 凡求告主民的 救必得救 是的 每个真心信号你 悔改并呼求你民的人 都将显出 他们是神的选民 并承受复卫 他们所预备的国 主啊 你来像贼一样 那尽心看守衣服 免得痴人而行 叫人见他羞耻的有福了 但愿凡你吩咐我们的 我们都像挪亚那样 照样去行 我们已经把你的真理传讲出来 信你的人不被定罪 你的道是正直的 一人必在其中行走 罪人却在其上跌倒 似我们今天所听见的 叫我们按照恩告的教训 活在你里面 没有一个随流失去 祷告祈求奉耶稣基督的圣名 阿们 我是苏大中 下次节目时间 空中再会 愿神赐福给您 主耶和花是我牧者 我比不知缺乏 他使我贪我在青草地上 令我在西水旁 他使我的灵苏心 引导我走一路 主耶和花是我牧者 我比不知缺乏 虽然心过思应有故 我也不怕走行 为你与我同在同行 你掌碧安慰我 在我的灵苏心 在我的灵苏心的灵苏心 为我摆设宴 为我摆设宴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